第26回 各位,上次洪秀傳和楊秀清決定放棄永安城,特為北上發展。 到了第二晚,天蟲人怨,果然又是大雨淋來,雷電交加。 永安城的東城門大門,靜靜打開了, 玄圓不斷的太平軍,在城裡頭湧出來,搭著來臨,很快就消失在茫茫抗野。 接著又一隊太平軍出城,秩序整年。 而這時,永安城上面的守望台道,燈籠高掛。 在城樓上面的士兵,比平時還多,但那些全部都是穿了軍服的草人, 在風雨中是額立不動的。 這時,住宅在城外邊的烏蘭泰大營,也受著雨水之苦,很多帳篷都漏著雨。 五更時分,烏蘭泰就起身走出營章,還未曾停雨,不過就小了很多了。 他走到圓門附近,望下對面的水鬥大營一眼。 咦?好像不多對路似的。 他蹬蹬蹬蹬蹬蹬蹬,登上遼望塔一看。 只見對面太平坤的大營,早已人去迎空。 除了木牌爛山、柴草鑊造動在這裡之外,連一個帳篷都沒有。 糟了!長毛套走了! 大營塞尚鑊在營中得到消息,當場眼睛都停了。 他心急如焚,連坐都不錯,乾脆站在發號施令。 各位!無需全力追折! 老夫的性命和各位的人頭,還掛不掛在頸上, 就看各位追不追到長毛的了。 烏蘭泰就說了,長毛帶著家屬的,他們走不快, 我們有騎兵,可以馬不停蹄地追擊。 他說他已經預先派了先鋒,向龍遼嶺進擊了。 不過秦逸江在那裡擺開了戰場,秦策是斷後之軍, 吳殲滅他,是無法追上長毛中軍的。 塞尚鑊就說了,事不宜遲,快點去啦! 那,龍遼嶺起起伏伏,延綿幾十里。 道路來臨不堪,山路本來就得洋長小路, 一下子湧了這麼多軍民來,就顯得湧之不堪。 人們父老攜丘,肩托手提,行軍速度極之慢。 負責掩護的女兵童子軍,在那裡疏到人流。 鄭天陽在後面趕上來,對洪酸嬌就說了, 哎呀,這樣行不通的。 在龍遼嶺後面,秦承相已經跟清妖交戰了。 洪酸嬌說,那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又不飛得過去呢? 鄭天陽就靈了頭,看著排了長龍的家屬隊伍。 他走到隊員的中間,雙手插腰站在那裡就說了, 前面那些都快點走,從這裏打後那些就就地休息, 等條路疏通了再走,不然大家都被塞死了。 洪酸嬌就說,那讓我上去前面看看, 來去吧,這裏兩千人交給我就行了。 忽然間有一幫小孩就湧上來, 有些拉手,有些攬腳,叫爺,叫阿公,吵生了。 爺,曾天陽就笑著和小孩玩了一陣, 又和自己的家人打招呼,叫阿哥、阿嫂、阿嬸。 龍寮嬌上的房事現在靜陰陰,好像沒什麼事一樣。 這裏是一座天險,山體很陡照,二手難攻。 鄭水芳就帶著人守著在這裏,敵人就在山腳下, 這時正是清晨,山中大霧迷慢,對面看不見人。 鄭水芳來到陣地視察,問守在這裏的洪大泉說, 青妖有什麼動靜? 洪大泉即是招亮,他說, 長君放心,這裏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關, 湯雞又必須用牛刀呢? 你如果信得過我洪大泉的, 給我兩百個兄弟,我守著龍寮嬌, 爆補連一隻小鳥都飛不過去。 鄭水芳想了一陣就說, 好了,那龍寮嬌這事就交給你,我帶大隊去掩護家屬, 行了,你給我定啊。 鄭水芳就大安旨意地走了。 沒多久,龍寮嬌山梁上邊的形勢就趙然變了, 洪大泉勢未估到,這時清兵根本就沒有從正面攻擊, 他們好像散佈在山梁上的猴子一樣, 成群結隊從山梁背面翻越過來, 一批一批兜到洪大泉的側後方, 再向他們包抄過來。 洪大泉就毫無擦角, 反而和幾個手足在那裡睡大覺。 另一批敵軍走得更加遠, 對曾天仰所護送的那批待命家屬, 完成了包圍。 突然間,山谷又殺聲四起, 殺長毛! 不要被長毛拆走了!殺啊! 洪大泉一扎扎醒的時候, 已經遲了,清兵已經停槍衝過來, 那些太平軍的戰士, 有些還在睡覺,已經被刺死了, 剩下的憤起反擊, 和清兵展開了肉搏。 唉! 龍寮嶺家屬休息地的頭, 更加慘! 當萬山遍野的敵人衝上來的時候, 手無寸鐵的家屬, 即時嘩嘩! 就四散奔徒了! 有些不小心跌落崖底, 有些命喪敵手。 當曾天仰帶兵由前面趕來救援的時候, 已經打不過來了, 敵人全部佔領了龍寮嶺, 大批家屬被壓解落山。 曾天仰一家幾十口人, 全部落入敵人手中。 曾天仰站在嶺上高, 好像聽見山風傳來的那群小朋友, 叫爺叫阿公那樣, 他忍不住, 路淚中環! 現在龍寮嶺下面一片沼澤地道, 生滿水草, 接近兩千個太平軍家屬, 被清兵驅趕來到這些爛泥地道。 烏蘭塔又站在旗下, 對一個參將說, 嘿! 或者洪秀傳、楊秀清的老爸老母, 都會在這幫人群裡頭。 那個參將就說, 你沒辦法指認, 這些人和長毛一樣是頑固不化的, 怎認到誰呢? 清兵當時捏了很多乾柴, 放在爛泥地的四周圍, 嘆嘆地把家屬圍住在中間。 整下整下, 太平軍的家屬就終於看出, 敵人要對他們落毒手了, 於是有人大聲叫, 和清妖駁過了, 我們不要這樣等死啊! 即時, 好像滾蛇獲竹那樣, 嘖嘖一聲, 那些大人小孩就急急從泥瓣地跳出來, 和清兵拼命, 有些抱著清兵的腰, 有些搶他們的刀, 反過來砍清兵。 烏蘭太太就說, 哼! 對這些人, 除了殺清江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呢? 他向後一揮手, 又有一大堆清兵, 向那邊增圓, 他們見人就殺了。 最後, 殺的那些男女老幼呢, 又被趕回爛泥地, 然後就點著大火, 火借風勢, 燒到噁啪啪啪响。 在大火中, 那些老人拼命的向外爬。 那些小孩向外跳, 女人又哭又喵, 妥発出來的, 又被清兵抓住, 丟回去火中, 伴著淒慘哭聲的大火, 燒紅了半邊天。 从前的赵亮 现在的红大船 成了清兵的俘虏 他们二十几个人 被绑买一条长绳的 被人压解住 走出霉满的烟味 与丝臭味的龙苗嶺 望一眼沼泽地 那些烧烤了的人骨头 没人忍心再看下去 那些清兵也 个个拿手掩住口啊鼻啊 虽然龙苗嶺一役 清兵只是屠杀了太平军 两千几个家属 但是对于清军的大帅 蔡上柯来说 哇 真是达出得松无松溢 他马上叫向榮帝一班将领来大营 为他们打起 各位爱将 乌兰太已经追杀过去 你们必须要跟进 长毛琴打了大帝将啊 现在实惊得有得震无得睡啊 向榮就担忧地说 我们杀过两千人 都是老友家属 并未损伤其实力 我认为不能冒进 是 无需在意了 马上进击 大功随成之时 辞而不前 有违军令者 宅 蔡上柯就专当怕腰间那把压必龙刀 净明 向榮另转身来 忍不住就叹走气 其他个五个总兵 和春 长岁 长岁 长寿 董光甲 邵鹤 邵鹤 也说声遵命 转身离开了 那向榮用兵呢 几时都是神仙过铁桥的斗稳阵的 那即使是这样 照样是屡租不测 他知道 蔡上柯是出于黄明威逼 和朝廷守抚的面子考虑 他们急于求成是可以理解的 他下出了蔡上柯大仗 本来想和那几阵总兵讲讲心里面的忍忧 他觉得太平军损失了两千家属 必然会激起功愤而成外兵 外兵拼起命来是最可怕的 只他一见那几个总兵 个个红豆豆气昂昂的样 他又懒得去土人厌 正如香榮所料 转眼间太平军就成了爱天动地的复仇之师 原本我那里拿白纸表着 大小军旗上 谁挂着白毛 战马上披着白衣 人就更加不用说了 全军都一片白色 到处是哭声 到处是切齿之声 可以想象两千多妇女老友 牵涉到多少太平军 即使不是的亲亦都是亲友 当太平军列阵出征那时 望着银山盖地的复仇之师 围着阵外边的家属 一片震天动地的哭声 阵里面随之哭声罩起 杨秀清站在仗台上高 眼含热泪不加制止 他心知肚明 这场仗实会打胜的 你无需动员 砰 砰 砰 三声豪炮响完 在排刀兵的蓄勇下 红瘦船居中 前后左右 威武而严肃地围着五个王 每个人都披着白斗篷 他们站上临时搭起帐台上 砰 砰 又是三声炮响 刀斧手就推着曾水芳 来到帐台前边 曾水芳望一眼天王 咚 声跪低 风声跪 天上乌云翻滚 几万军云又压着无声 红瘦船哭哭口地说 从天在上 后土为正 我太平天国至金田起意以来 蒙天父天兴神佑所向辟美 君令如山 上命不可违 今右军 减点曾水芳 善离职守 致使我太平军 仗士两千父佬 落入敌屈 惨遭陆 此皆曾水芳之歌 今授传奉上帝旨意 斩罪犯以为两千父佬 在天亡灵 红瘦船 红瘦船拿手在天空画了个半月形 然后停住 好像在那里品告天父上帝 杨瘦船 杨瘦船又向下边 入手 红瘦船 带了一个十多岁的男孩 过来 埋到曾水芳的面前 曾水芳一见 眼泪流 小孩叫了一声 爹 杨瘦船就对他说 他跟你爹跪下 送他上路 红酸嬌就扶着小孩跪下 小孩扣了三个头 曾水芳开声 立命 为父丢了架 已经将你阿妈 娘陷入敌阵 送了命 为父此生 往为人了 杨瘦船就说了 曾水芳 你听住 你的个错 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抵详的 乃年你为太平天国 履立军功 在你走之前 告诉你 你的儿子曾立命 由天国帮你抚养成人 你还有什么说话要说 多谢天王 多谢东王 曾水芳叩头说完 又站起身 面向几万奔民 悲仓呼叫 对不起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今生完了 帮小变牛叩马 帮大家报 他失声通哭 场里头也引发一片哭声 碰 又是三声炮响 行认时间到了 很多人躲低头 另歪了面 一行圆形 马上这些事就变成了世事大会 杨秀清 震备高呼 雪耻复仇 世灭清妖 底下万众高呼 雪耻复仇 世灭清妖 大军开拔 悲壮的口号声 一浪一浪向前翻涌 在通往大洞村的路上 银山压地 马蹄翻滚 升旗如林 杨秀清 萧朝贵一马当先 亲自统书这一只 身着桑服的复仇之师 一阵巨峰 卷过初下的原野 即使是以简单复仇 为主旨的军事行动 洪秀清 和杨秀清 亦没有掉以轻心 同样经过精心 一路立喊着 复仇口号挺进的 不过是有敌之师 他们在林奉朝的率领下 直撲大冻村 样子好就是 找清兵的主力 撕杀报仇 这就跟向荣乌兰泰 事前估计的一样 他们预计太平军 会尽起埃斯来拼命 所以早就做好了 凝战的准备 林奉朝的军地一到 向荣乌兰泰 立即从两翼包抄过来 企图围着林奉朝 林奉朝本来就不是来死战 看到已经引出向荣乌兰泰的主力 即时将后军做前队 一边打就一边撤退 特意做出一种拨死的 但是不够打 被逼撤退的样子 免得引起向荣乌的疑心 向荣乌果然没有及时 拭破林奉朝的计谋 林奉朝切了一段 有时又组织反攻 更加麻痹了他 他不经不觉 林奉朝已经从大冻村 切到大冻山合谷的入口处 大冻山是两山夹一谷的险要地方 云遮暮罩 同仇敌丐的太平军 早已经迷伏在天险的两则 他们掩旗色谷 大冻山水正河飞 这时林奉朝所带的有敌之兵 边打边退 已经退到大冻山沟口了 乌兰泰大冰最先掩杀过来 其余五阵总兵也简根跟随而来 当向榮吹兵赶上去的时候 日望两边险进的大山 即时又停马大叫 不要入山啊 我估长毛策肯定会在这埋伏 但是没有人理他 陆路骑兵已经浩浩荡荡追杀入山谷了 向榮见到 呃声咬了一口血 没有啦 没有啦 话音光额 砰声已经听到炮响 跟着只见大冻山两侧的太平军 一片白色 好像天兵降临 前后倒转了山谷 开始对进入伏击圈的清兵来聚迁 清兵在合场的山谷里头 没办法施展 逼迫一构 战马狂奔 踩死了很多自己人 乌兰泰和和春等人 大呼小叫 要喝军队 但是毫无效果 火炮在清兵当中爆炸 装兵长帅被牵了落马 他侵吞住 递高手打right 他弟弟长寿冲殺过来,刚刚伸手想救他的,座骑,嘻嘻,被斬了刀,战马驚,嘻嘻,竖起前提,抛了长寿落马。 他还没来一次爬起身,被林凤祥赶过来,一刀就斬了头。 陈玉成也率领小将,从山坡道哭哭声冲下来,刚刚就撞到总兵董元甲和红酸椒在对打。 红酸椒已经占了上风,谁不知就冲了几个清兵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正当董元甲抛出短枪,要向红酸椒射击时,被曾满妹看见,哎呀,尖叫一声,整个撲过去拿头一顶,顶到董元甲整个扑了个关斗,啪,子弹就打歪了。 董元甲躺在地下,又拿枪来瞄准向他压过来的曾满妹,陈玉成刚刚赶过来,一剑刺中董元甲的喉咙, 血喷如传,朕下妹跑过去,抢董元甲手上的短枪,对着清兵就射,谁知道抹不响,一颜颜在腰带上,又撿回自己的长矛。 那个乌兰泰,竟然坐骑都丢失了,头盔又没了,拼命向山口那边跑,苏三良跟总兵邵鹤玲交锋,打到邵鹤玲慢打刀吞。 突然间,苏三良,吓,出一刀砍下去,哐,声,势力了,劈到邵鹤玲手中的刀飞起,邵鹤玲眼都光光在那里等死了。 怎么知道苏三良就踢起地下那把刀,拿着手来,再抛给邵鹤玲,接着,我说苏三良,从来不斩手无串竭之人,刑杀无名之辈,快点报上你的名字。 少鹤玲见到山谷道,几乎被清兵的尸体填满,遍地都是白衣白衣的太平军。 唉,长毛果然势力,湖北云阳镇总兵少鹤玲认输,接着拿刀在脖子里打横一举,自杀了。 太平军突围北上成功,那他们要打到哪里才停呢?